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妇产科的内容 我们今天学习第17章 女性生殖系统的肿瘤 女性生殖系统的肿瘤 包括的内容是比较多的 有八大部分 从女性的外阴 到阴道 到宫颈 到子宫内膜 再到卵巢 然后再到输卵管 那么每个地方都可以有肿瘤的发生 那么前两个肿瘤 比如说外阴良性肿瘤 我们作为了解内容 VN与外阴癌 我们是熟悉掌握的内容 后面呢 子宫肉瘤也是熟悉掌握的 输卵管的肿瘤 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么在中间的这四个肿瘤 我们是需要重点掌握的 而且在考试的内容里边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在我们这个整个 妇产科的体系里边 这几个肿瘤 也是有它难点所在的 尤其是它的分期 以及它的治疗 那么我相信呢 我们在学习了之后 都有一定程度水平的提高 都能够顺利的通过考试 好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外阴的良性肿瘤 外阴良性肿瘤呢 是很少见的 它包括上皮来源的 也包括中肺瘤来源的 那上皮来源的 比如乳头状瘤 汗腺腺瘤 那还有一些中肺瘤来源的 比如说我们的脂肪瘤啊 咸微瘤啊 平滑肌瘤等等 那乳头瘤呢 它比较容易发生在 一些绝晶期之后的 或者是微阶晶期的内性 那么呢 它的预后呢 可能有2%到3%的 恶变率 所以它的治疗 我们呢 基本上就是切除 切除肿瘤病道 同时快速送病理 尽量的冰冻切片 送病理之后 看回报结果 如果病理显示有恶变 那么我们还需要 进行扩大切除术 那除此之外呢 一些比如说脂肪瘤 脂肪瘤呢 如果很小的话 我们的处理呢 基本上呢 就没有必要去处理 比如说它可以带瘤生存 很小的 不影响生活在外因不畏 那如果比较大的 影响了它的行走 那这个时候我们处理呢 就需要把它进行一个切除 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的 外因良性肿瘤 我们的治疗呢 大部分都是手术切除 切除病造为主 那诊断呢 是比较好诊断的 那我们说除了 我给大家的这些肿瘤 那除此之外 还有更少见的肿瘤 比如说 淋巴管瘤和血管瘤 肿瘤整个的生长 特点就是一个缓慢 没有症状 甚至呢 我们可能都没有仔细的看的话 都没有发现 那也只有很少数的人 会有恶变的倾向 所以呢 我们从头到尾啊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外因的良性肿瘤 到此为止 那诊断的时候 我们确诊的方式 记住了 活简 你看 这一个呢 是手术切除肿瘤 尽量的把这个良性肿瘤剥离 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内容 下列哪 像 不是外因良性肿瘤 A 那么 不是良性肿瘤的 只有 E答案 所以本题答案为E 好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VN与外因癌 那么它的考点内容呢 就相对来说多一点了 这是我们要熟悉掌握的内容 那我们看 外因的上皮内流变 指的是什么呢 VN 那目前我们第九版教科书上 把它改了名字 叫外因磷状上皮内病变 那外因磷状上皮内病变 其实它的范围稍微比VN要大一些 它包含了VN 所以呢 在我们课程的讲解过程中 要加入我们的新的内容 病因病理诊断和治疗 这个是外因磷状上皮内病变 我们需要掌握的 后面呢 就是外因癌 从病因到病理到转移到分期 到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内容 也是不少的 但是呢 我们能够通过讲解 把它进行一定的归类 可能理解起来会更容易 好 我们看 外因磷状上皮内病变 什么是外因磷状上皮内病变呢 那么它主要指的就是一组跟HPV感染有关的 临床和病理的改变 那在外因上呢 它或者还有可能进展为 我们所说的进来的潜在可能性 因为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 癌前病变 那它往往局限于外因的磷状上皮内 这个呢 是外因磷状上皮内病变的特点 刚才我们介绍过 说外因磷状上皮内病变 这个词的出现 它的范围就扩大了 比VIN的范围要多一些 我们看往下 这样的病人呢 往往建于45岁左右的妇女 那年轻的妇女呢 也在日期的这个增加 大约有50%的患者 可能伴有呢 其他部位的上皮内的病变 那也有38%左右的患者 可能自行就消退了 所以呢 跟HPV感染有关的 有一些疾病 我们会发现CIN 就是我们后面要介绍的 宫颈的磷状上皮内病变 那么它呢 也是在早期的时候 HPV感染的时候 那有一些年轻的女性 可能自愈了 HPV转阴了 所以呢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有2%到4%的 这个患者呢 会禁忍为禁忍癌 这是它的特点 我们看这一张的图 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VIN 那么我们呢 毕竟VIN呢 还是要用到的 所以我们要解释一下 什么是VIN VIN呢 往往是累积上皮的 古典型的增生 我们看到 这个图片 最底层 这一条线 那么代表的 就是基底膜 紧挨着基底膜的 这些柱状的细胞 就是基底层细胞 再往上呢 我们能可以看到 这上面画了四层的 多角形细胞 往往呢 是我们的 集细胞层 那表皮的再往上呢 就是一些表层的一些细胞 包括颗粒层细胞 透明层和角质层 这上面呢 就不一一的解释了 那我们重点呢 看底层中层和它的表层 当病变累积 从底 往上累积的时候 那我们说 HPV感染 最容易感染的就是 我们的基底层细胞 从上面HPV进来 那么它最先感染的 就是基底层细胞 基底层细胞受感染之后 那么它会慢慢向上 这个病变开始慢慢向上进展 那么我们把整个的上皮层 分三个部分 三等分 如果发生了 不点形增生的部位 累积到了上皮层不足三分之一 也就是三分之一以下的时候 我们叫它CVIN的一级 外因 外因的时候叫VIN一级 只居建于上皮下的三分之一 那如果病变继续向上累积 出现了不点形增生 细胞的异性性 累积到了三分之二以下 那么此时我们称其为VIN二 如果累积超过了三分之二 或者累积了上皮的全层 但是没有往基底层下积润 这个时候我们称为VIN三级和原胃癌 原胃癌它是不会浸润到下边去的 不会浸润到下边去的 只会在基底膜上面 所以呢 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病情的一个分类 看累积的部位 根据它累积的部位 轻中重度 不点形增生 VIN一就是轻度的 二就是中度的 三就是重度的 再加上一个原胃癌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是一个镜下的图片 理解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整个上皮层 从这儿到基底层 下面就是表皮了 对吧 那么从这儿到这儿都是上皮层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累积的细胞的异性性 并没有超过三分之一 所以属于VIN一 那我们看这张图片属于VIN级呢 累积超过了三分之一 但是没有超过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称它为VIN二级 细胞出现了不点形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异性性 那么看这个呢 从这儿到这儿 整个上皮全层都受累了 可是基底层以下 也就是基底膜以下 并没有这个异性性细胞的浸润 所以我们还不能诊断胃癌 只能说它叫原胃癌 这个是我们总结好的 VIN一 上皮过度增生和异性细胞的改变 小于三分之一 二 三分之二以下 三 超过三分之二和 原胃癌 那么原胃癌的概念 需要大家特殊的去记一下 因为这个原胃癌呢 在一些选择题里边 往往会涉及到 那么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是胃穿透基底膜 它可以累积上皮的全层 好 VIN磷状上皮内病变的命名 和它的病理 主要的病理特征 就是上皮内细胞 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增生 伴有细胞的异性性 细胞核异性 核的分裂 排列的稳乱 那我们刚才看的图也看到了 明显的异性 病变部位与正常部位的细胞 完全的不一样 细胞核也变大了 染色也变深了 排列也稳乱了 我们14年国际的世界卫生组织 女性生殖器的主流分类 把外因磷状上皮内病变分为三类 那么这三类跟我们刚才的VIN就有区别了 它分为低级别磷状上皮内病变 高级别磷状上皮内病变 那么还有一个分化型外因的上皮内流变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低级别的我们用low cell来表示 高级别的high cell来表示 那么分化型的 我们它与我们的HPV感染是没有关系的 而前两个是与HPV的感染有关的 那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 低级别的磷状上皮内病变 它往往旧的称呼就是普通型的 就是VIN1 或者我们叫它轻度不典型增生 或者叫不典型挖空细胞或扁度石油 那么它的特点呢 low cell它与这个高位型和低位型的HPV感染 都是有关系的 那它是HPV感染所致的 这样的出现不典型增生的 以细胞异性性的细胞核的伸染 核的增大等等这些病例改变 多鉴于的人群就是年轻的女性 大约超过30%的病例合并了一个 下生日到其他部位的上皮内的病变 比如说我们的CIN 也叫宫颈部位的病变 所以low cell呢 它往往建议年轻女性 而年轻女性有一个好处 就是像CIN一样 很多情况下它会自身的排出这些HPV 这些病毒 然后慢慢的病变开始一个自行的退化 所以它进展成为进来的风险就特别的低 那么HPV 有人就是阳性的时候 有一些女性就是在临床上的时候 一些人就非常的恐慌 就说哎呀 这个我感染了HPV 是不是我马上就要那个怎么怎么怎么着了 甚至有一些这个 一些有亲戚或者是朋友就咨询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也发现年轻的女性HPV 我们要观察一段时间 然后坚持做复查 它有一大部分的人是可以转阴的 那么只有HPV持续感染的病人才会引起更严重的病变 好 high cell就是高级别的领床上皮内病变 高级别的领床上皮内病变的网称是什么呢 是VIA2和VIA3 就是重度的不典型分身 那也包括原VIA 或者是我们以往成为报纹病等等 它与哪一种HPV感染有关呢 它与绝大多数都与我们的16型 这种高V型的HPV感染有关 而我们宫颈癌 它与我们的16和18型是有关系的 高级别的领床上皮内流变 累积的人群也是年龄比较大的人群 就是绝金钱的一个女性 那么high cell的复发率是比较高的 即使局部完全切除了 那么它也会有15%的复发率 那它切圆呢 如果说没切干净 切下来之后送病理 发现切圆还有一些异形的细胞 那么这个时候复发率就更高了 可能有一半以上 会很大 恶变率也会很高 所以如果不治疗的话 浸染成我们所谓的这个 静人癌的可能性 那么就很大 所以high cell我们一定要积极地去处理 甚至我们需要进行手术的一个治疗 切除 另外一个类型就是分化型的外衣上皮内流变 这个分化型的上皮内流变 以前叫分化型的VIN 那么分化型的一个上皮内流变呢 它怎么说呢 跟我们HPV感染就没有关系了 而且呢 因为它可能会是由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 就是一个基因的突变造成的 那么它累积的女性也是老年的女性 我们看到了VIN的发病 或者说以后可能我们要讲到这个外阴癌的发病 老年人女性就是很多 所以呢 这个分化型的外衣上皮内流变 老年女性比较多 而且还会伴有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硬化性苔藓 有的时候还可能会伴有狡化型的灵癌 那像这样的高风险的禁忍 可能禁忍成禁忍癌的这种情况呢 我们一旦发现要积极的去处理 一旦发生的时候 基本上啊 大多数吧 在半年以上可能就会进展为禁忍癌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积极的处理 那么万一磷状上皮内病变 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 我前面讲课的时候说过 我说像一些这个苔藓样变呀 外阴的临床上皮内那个病变呀 或者是以后我们要讲的外阴癌呀 那么他们呢 没有特意的表现啊 多数都是外阴搔痒啊 外阴的这个皮肤扩损啊 扩损疼痛溃疡这些 同时呢 外阴临床上皮内病变有一些呢 还没有任何的症状 那病变呢 它可以发生在外阴的任何部位 比如说阴唇旁 甚至呢 有一些接近阴地啊 那最常见的就是外阴病变 表现为这个秋枕斑点啊 或者是斑块啊 乳头状忧 有多个的也有一个的 而且颜色呢 有这个粉红的也有白的 只有很少数的略高出皮肤的 这种黑色素沉着 严重的时候 整个外阴啊 就没法看了 全都是 好 呃 外阴的一个临状上皮病变的诊断 与鉴别诊断 我们的确诊 还是用我们的最经标准 就是我们的呃 细胞学 组织学的一个检查 活体组织检查 病理学的检查 那我们在可疑病灶的范围内 我们要取 到它 然后进行一个多点的取材 这样呢 也可以提高准确率 同时呢 也可以在阴道镜下 定点活检 呃 在这个 检查的同时 我们还可以配合HPV的一个检测 因为大部分的外阴磷状上皮 那个诊断 跟我们的HPV的感染 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可以协助进行一个检查 这些检查与外阴的湿疹 还有外阴的白色病变 就前面我们讲的单程性胎线 和硬化性胎线 也要鉴别 像质啊 黑色素瘤啊 等等 而这些东西呢 外阴看上去啊 有一些尤其是跟白色病变啊 它是很难鉴别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在活检下 来进行一个鉴别 好 那么对于处理啊 有一些人就感觉到头疼了 那么多处理 那么我们把它归一下 类有一个思维 我想可能就会好一些 我们的外阴磷状上皮内病变呢 它虽然不是恶性肿瘤 但是它有恶性变的潜能 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 我们的处理就一定要消除它的病道 那么有一些外阴搔痒的 我们也要缓解它的症状 最终最终我们的目的啊 就是阻断发生近日癌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们治疗一个病人 我们要多方面进行一个考虑 那比如说这个人年纪非常的轻啊 还是年龄非常的大呀 那么它的症状如何呀 而且呢 病变部位在哪里啊 比如说病变部位在中间啊 因地旁边 那它跟这个病变部位在两侧 左侧和右侧 大阴唇外 那就不治疗手段就不一样了 而且病理类型不一样 治疗手段也不一样 比如说high cell和low cell和 分化型的VIN 它们三个的治疗手段 都是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嗯 治疗的方式 我们呢 一般呢 是手术切除 而手术切除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会影响到外因的形态 甚至它的功能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内容 所以在做处理的时候 我们分三个啊 分级分三级 那么处理也一个一个的去看 high cell low cell 它们的恶病的潜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们的处理的方式 也不一样 你看low cell 因为它有一大部分是年轻的患者 而一大部分的年轻患者 又有很大一部分 它可能自行的一个消退 所以呢 我们对于没有症状的患者 我们可以不去给他进行一个治疗 同时我们要随访 这是很重要的 虽然不去给他治疗 但是我们要有随访 那第二点呢 就是有症状的人 那外因骚痒得很厉害 我们不能说你痒着吧 对吧 所以我们得给他进行一个处理 一般的我们可以用这个局部用药 比如说 米奎莫特 五分妙密钉 或者是1%的西多腐围 但是这些药物呢 我们用的时候也要注意 因为它们都是免疫调节剂类的 或者是五分妙密钉还是化疗药物 对吧 另外一个病造广泛的年轻的女性 病造特别多 你这用这个药物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那我们可以用激光进行治疗 总而言之一句话 low cell 我们治疗的时候 并不是用手术的方式直接去切除它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思维 对于low cell有症状的怎么处理 没有症状的怎么处理 病造比较广泛的年轻女性怎么处理 所以呢 无论怎样处理都没有一个手术的切除 所以在做题的时候 你一旦诊断了 还是low cell 你就不需要考虑手术了 夸夸夸 排除了 好 high cell呢 就不一样了 因为high cell呢 它恶变的潜能就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的病变呢 一定要切得干净 那怎么才能把病造给切干净呢 比如说 这个就是一个病造 那么这个病造呢 如果 如果我说它有恶变的潜能 那我把它病造 切掉之后 那 它的周围 我怎么样才能更保险的 让它全切掉呢 我们肉眼看到的是这里 那我为了保险起见 我可以稍稍的 切一些正常的皮肤 那这样的话 我们 胜算就比较大一些 我们看 这个病造的边缘 据我们切的这个部位 大约至少得0.5厘米 这是它的广度 我们要切 病造外的0.5厘米 作为切圆 那么深度呢 我们的high cell呢 它主要累积的是上皮疼 所以呢 我们在做切除的时候 不需要切皮下 所以我们切的时候 就是表浅的一个切除 切的比较表浅 那么这个就是 high cell的局部病造的 一个切除情况 一般的采取的是 这样的切除方式 那有人说说 哎呀这个病造太大了 融合在一起了 又广泛又好多个 那我还怀疑它可能 就会净孕成我们的 我怀疑它是一个净孕癌 这个时候尤其是在 怀疑进来的时候 我们切的时候 就不用说考虑到 表浅的病造的一个切除了 考虑什么了 考虑行一个 外阴皮肤的一个切除 范围就大了 所以呢 我们记住了 大的病造 切的大 在high cell的时候 局限的病造 切的就是病造尾身 较大的融合病造 我们外阴的皮肤 就要切除 再往严重的说 说有一些啊 它特别容易 发生在小阴唇 这个是尿道 阴道 那么这个是 小阴唇的部位 特别容易发生在 阴地 这个地方再说一下 那么有一些病变呢 特别容易发生在 阴地的部位 或者是肛门的周围 那么这个部位的时候呢 我们在high cell的病人 我们手术切除 就不是一个理想的方式了 我们选择的是 二氧化碳的一个激光消融术 消融术 好 那么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激光消融术 这个是里边的一个 呃 不是直接下刀子的感觉哈 所以我们说在 low cell和high cell之间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那么low cell 我们往往呢 进行的是手术的一个切除 那high cell呢 我们进行的 啊 low cell 那low cell呢 我们往往进行的一个是 非手术的一个治疗 那么high cell呢 我们往往进行的多数采取的是手术治疗 而手术的时候 病造小 怎么处理 只是举部病变切 但是要切到切圆外 0.501 那病造大融合怎么处理 啊 我们要把外阴的皮肤给它切除了 还有一个厄变率极高的 就是分化型的外阴上皮内流变 这个分化型外阴上皮内流变 由于它的病变迅速的发展成为进染 所以我们的处理原则就彻底切除底造 一定要切得更彻底 那么老年人呢 或者是病造广泛的 我们采取的是单纯外阴切除术 而不是SL里边的单纯的外阴的皮肤的一个切除 现在我们切的是外阴 那外阴切除除了皮肤之外 还有部分的皮下组织 同时我们不会切它的筋膜 筋膜是不切的 记住了 这个呢 我们外阴癌跟它的治疗就不大一样了 这个外阴单纯切除术 只切除外阴的皮肤和部分皮下组织 不会切除筋膜层 如果合并了浸液型的一个癌的时候 我们的外阴磷状身体的分化性的处理 就要进行一个按外阴癌的一个处理 所以呢 分化性它的处理的方向 仍然是手术 可是它的手术范围 又比我们的Hassel要高一级 Hassel那么它病变融合的话 我可以切 我可以切它皮肤 外阴的皮肤我给它切了 但是这个分化型的VIN 那我切的时候 我就要切它的外阴的这个单纯外阴切除 除了皮肤还有皮下部分的组织 但是不切的就是筋膜层 好 这个处理呢 可能是容易混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思路 一个是非手术为主 一个是手术 但是手术的时候 如果长在阴地 我们也可以用二氧化碳的消融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手术范围 要比Hassel要大一些 那么就单纯外阴切除除 而不是外阴皮肤的切除 因为它切除了外阴皮肤之外 还有皮下的组织 但是不累积到我们的筋膜层 好 那外阴磷状上皮内病变呢 随访也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复发率 尤其是这种Hassel或者是VIN 它的复发率还是很高的 复发的高位因素呢 就是高级别的 或者是切完 切下来之后啊 它病理 结果切发上还有异形的细胞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复发率就很高 所以一定要进行个续访 高V型的HPV感染呢 比如是Hassel 它就是HPV16的感染 好 我们看几个西题 关于外阴的磷状上皮内病变 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外阴的磷状上皮内病变 它说包括 外阴磷状上皮内流变 和外阴非磷状上皮内流变 那么 外阴磷状上皮内病变呢 其实哈 它就是指的是 外阴原来的外阴磷状上皮内流变 那么其实这个题呢 它应该是这样的答案 它们两个都属于 外阴上皮内流变 而外阴上皮内流变 又包括外阴磷状上皮的那病变 或者呢 现在还有一个 现在不是叫外阴磷状上皮内病变吗 以前叫外阴磷状上皮内流变 那么还包括一个非磷状上皮的那流变 也就是上皮 它包括 磷状上皮的 和 非磷状上皮的 这是磷状上皮 好 那么包括 这两部分 所以而不是说外阴的磷状上皮 包括它俩 所以这个答案是错的 那我们再看 对于Lossil的患者 可以采用5%的 5伏 尿密钉 进行一个软膏的涂抹 或者激光的治疗 这个是对的 那么对病变 广泛的分化型患者 可以采取单纯外阴切除 那我们回想一下 单纯外阴切除 就是切皮肤的同时 也切部分皮下组织 不切筋膜 那对于大的SEL的患者 我们可以行外阴皮肤切除 外阴皮肤切除 只切皮肤 所以呢 一下子我们就能鉴别开 确诊需要病理学的依据 取材的时候 我们说必须要达到皮下的脂肪层吗 No 我们需要这样干 所以呢我们的不正确的答案就是A答案 所以本体选A答案 好 外阴的恶性肿瘤 我们就看外阴癌的部分 那么外阴的恶性肿瘤呢 它也包括外阴癌 我们重点的内容呢 讲外阴的灵状细胞癌 我们看 那么包括哪些呢 包括外阴灵状细胞癌 是外阴恶性肿瘤里边是最常见的 它占到全部的外阴恶性肿瘤的80%到90% 所以我们呢以此为重点 大多数的人群发 发病的人群在绝经后的 年轻的女性呢 也有所这个增加的趋势 除此之外 外阴的恶性肿瘤 还包括一些外阴的黑色肿瘤 外阴黑色肿瘤 在这个整个外阴的肿瘤 恶性肿瘤里边 它的恶性度最高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叫外阴基底细胞癌 外阴基底细胞癌呢 它的恶性度呢 是最低的 但是它有这个 累积基底细胞 它有这个 浸润的这种情况 但是它恶性度并不是很高 除此之外 外阴恶性肿瘤 还有一些 比如说肉瘤啊 前庭大腺癌啊 等等 还有U状癌 这个呢 我们做详细的处理 我们重点看 外阴磷状细胞癌 它与哪些发病因素有关呢 其中有一个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HPV的感染 HPV的感染 大约有百分之四五十 或者四十到六十的 外阴癌的患者 与HPV感染有关 而且其中 16型感染超过50% 看到了吧 我们前面讲的 VIN 现在我们叫 外阴磷状上皮内病变 那么 它的 HCEL 很容易进展为 外阴癌的 那么它的 累积的这个 HPV就是 16型为止的 所以呢 我们到这里 就很简单了 不用去死地应备 人手头流病毒 在感染到 外阴磷状 使病人感染 然后转化成 外阴磷状细胞癌 它累积的 当然也是 HPV16型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非HPV感染的 相关病变 前面我们说了 分化型的VIN 那么它 跟HPV的感染 没有关系 所以呢 我们说 分化型的VIN 上皮内流变 它就可以 进展为 我们的 非HPV感染的 这种相关的 外阴磷状细胞癌 还有其他的 一些相关因素 那么这些相关因素呢 比如说吸烟啊 性传播疾病啊 还有性卫生不良啊 等等 往往呢 跟他们有一定的关系 那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病灶 都长成什么样子 也就是它的病理 一般我们说的病理 就是肉眼看是什么样 镜下看是什么样子 外阴的磷状细胞癌呢 它的这个病理 大体看上去 其实就很像 我们前面讲的 外阴的VIN 很像 因为呢 也会有前秒的溃疡 也会有硬结结 甚至有的 有坏死 那可能会稍重一点 但是用肉眼去区别 我们基本上是区别不出来 它是癌呀 还是磷状上皮内病变呀 这个就很难 那我们看这个 有一些 你看这个哈 像个迅散型的 这个外阴 迅散型的这个病变组织 有一些呢 还出现了一些 这个流氧的这种感觉 还有一些呢 就是比较光滑均衣的 低肺化癌 这样的感觉就 很不好去鉴别 去用肉眼 那么 镜下呢 我们可以去 鉴别啊 镜下的时候 癌嘛 如果是癌的话 那它呢 尤其是磷癌 磷癌有一个特点 它的癌细胞 造成潮状的 就像一个一个 岛屿一样的 这种感觉 像潮穴一样的分布 那么 领癌呢 如果的分化特别好 那么它的这个 癌造中间 或者叫癌潮中间 癌细胞的中间 一大堆癌细胞 这个大岛屿中间 它就会有坏死 而这个坏死 我们称之为 讲化猪 珍珠的猪 那么在癌细胞与 癌细胞之间呢 它有连接的 这种感觉的细胞尖桥 所以呢 越是分化好的 越是分化度比较高的 个性度比较低的 那么它的 角化猪和细胞尖桥 就非常的明显 我们红箭头指的这些 我们看 这些细胞 全是癌细胞 细胞核很大 核质比倒质 那么染色质很深 那么细胞与细胞之间 我们仔细的看 能够看到 像有小梯子一样的感觉 连接着 这个就叫细胞尖桥 而有细胞尖桥 有角化珠 那什么是角化珠呢 我们看上面那个 像一个岛屿一样的 像这一块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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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癌细胞的潮 那我们周围能看到 那我们周围能看到癌细胞 而中间呢 就看到了这样的坏死 一样的改变 其实它也是坏死 缴化了的癌细胞 那么如果一旦有这样的病造 这样的癌造出现 那么我们心里就很老实 就是说 恶性度不是很高 可能是个高纯化的 以后可能还好一点 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 前庭和阴地部分的这个病造呢 它更倾向于缘化差的 或者是未分化的 那常常还会有一些 淋巴和神经周围的一个侵犯 另外一个呢 就是静下我们能看到一个 这叫微造的一个进来 也就是它浸润到基底层 这个基底膜以下 从上边啊 浸润到基底膜以下 但是它的浸润范围呢 比较就是广度呢 它是不超过两个厘米 然后浸润兼脂的深度呢 它不超过一个毫米 所以呢 是极早期的一种癌 浸润癌 我们叫它微造浸润癌 临床表现 我们刚才说 最常见的就是万因搔痒 局部肿痛 然后溃疡 或者是晚期有感染 合并这个出血 这个疼痛等等 歪阴磷状细胞癌 最常累积的部位就是大阴唇 那么大阴唇 其次是小阴唇 阴地 还有灰阴 尿道口 肛门口 这些部位 那记住 最常累积的部位就是大阴唇 那再往后呢 就是累积之后 经过淋巴道转移 它可以转移到我们附近的淋巴的组 哪些呢 就是腹五沟的淋巴结 它往往先转移到腹五沟的浅淋巴结 然后再往深淋巴结转移 转移完深淋巴结了之后 它这个就不局限在这个下面了 它又就往上转移到盆腔 那盆腔淋巴结也被它转移了之后 它就再往上转移到我们的肤主动脉旁 甚至我所有下淋巴结都可以让它给侵犯 所以呢 我们这个转移啊 有的 就是一查的时候 临床表现已经摸到了腹五沟淋巴结的一个种大 我们下面就看转移 转移包括直接浸润 淋巴转移是较常见的 直接浸润和淋巴转移比较常见 直接浸润的时候呢 就直接从这个外阴就浸润到了我们的尿道 然后阴道 然后肛门这些部位 而淋巴转移就像我刚才说的 可能开始转移到的是腹五沟淋巴结 晚期才会发生一个血型转移 那也就是说 癌啊 其实转移途径 主要以淋巴转移为主 或者直接蔓延 而肉流其实它最早的转移 往往才是血型的一个转移 好我们看直接的浸润 直接的浸润往往沿着皮肤和临近的粘膜 进入到尿道 阴道 肛门 那晚期的时候累积到膀胱和直肠 淋巴转移我们看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叙述的 特别容易开始转移到哪里呢 就是腹五沟的浅淋巴结 然后呢到腹五沟的深淋巴结 最后呢 然后到卡内卡外 或者是壁孔 这些盆腔的淋巴结 最后呢再往上 那就到腹肚中脉旁 淋巴结 那么再往上可能就转移到我们所说的 这个左锁骨下淋巴结了 所以这个呢 给大家看一下 先是腹五沟的 我们如果不好记的话 你可以有一个思维啊 外阴这个部位啊 离腹五沟很近啊 所以先讲运到这儿啊 然后淋巴回流嘛 都是它最终是要汇入到静脉里面 对不对 所以它就沿着这个淋巴回流的途径走啊 它走到这个盆腔里边来了 所以卡内卡外啊 壁孔啊 都属于盆腔的淋巴结 那么我们直接啊 记成外到盆腔了 那从盆腔再往上呢 那可以就到腹肚动脉旁淋巴结 再往上就到了 左锁骨下的一个淋巴结 所以呢 这个一点也不难啊 有人说这淋巴转移途径是最难记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用图像 或者是用自己手画一画 这个过程啊 一次两次三次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血型的转移 往往转移到一些按着血液循环 转移到肺啊 或者是鼓这些脏气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此处淋巴转移途径 我们要重点的去给它记忆 外阴癌的淋巴转移途径 除了刚才我说的这种常规的这种途径 还有一定的规律啊 这个规律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万一磷状细胞癌 特别容易发生在大阴沉 比如它发生在左侧的大阴沉 那么它就很容易转移到 左侧的头部高磷大阶 也就是一般向同侧的大阶转移 也是左侧向左侧转移 右侧往右侧这边转移 如果有一些肿瘤长的位置 很特殊 它长得出现 就阴地和潜亭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就两边都转了 就像脚踏两只船一样 我可以向左 我也可以向右 所以它长向两侧都会转移 我觉得它还很聪明 你看脚踏两只船的人高纸商的 我感觉是 那么它这个很聪明 它可以绕过浅磷大阶 我直接就进入腹 我身体大阶去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还有一些呢 就是更聪明的 就是外阴后部的 藏起来的 外阴后部的和阴道下段的这些癌 那么它病造会累积到尿道 阴道直肠和膀胱了 这些肿瘤 那么这些外阴磷状细胞癌呢 它可以直接的转移到 盆腔的磷巴结去 直接就往盆腔磷巴结转移 我连腹部包 我都不裸了你了 所以呢 直接就到了一个盆腔磷巴结 那么我们记起来 也不复杂 左就向左转 右就向右转 中间两边都可以转 还可以跳着走 如果再进一步的 在后边的 或藏在阴道下段的 或者是藏到直肠的 或者是折到妙道的 藏起来的这些 外阴磷状细胞癌 那都是非常这个厉害的角色 那么它呢 直接就可以往我们的盆腔里去转移 所以这个 做一些选择题的时候 尤其是一些 像那种单向选择题 很直白的A型题 那么我们一定要拿分 这个地方不能丢分 好 我们看这个题 关于外阴癌的病因 下列无关的是 HPV感染有关吧 然后是外阴的慢性的炎症 也有关吧 然后是外阴的 硬化性抬血也有关吧 那么还有就是跟一些性病 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跟这个我们的一些性病 或者是吸烟肥胖等等 其他的一些因素 也是有关的 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 那么跟我们长期使用乳胶 避孕套是没关的 这个题如果实在不会的话 你就想想 你说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避孕方式 是避孕套 如果能够导致外阴癌 你想想早就把它给封杀了 所以不会的话 有的人就是D跟E 不知道哪个区别 那么你也不可能去选择 这个D答案 而是能够选对答案的 无关的是什么 好 外阴癌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是 腺癌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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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哪一个 磷状细胞癌 所以选C 外阴磷状细胞癌的转移途径 常见的转移部位是哪里 常见的转移部位 那么就是尿道 是常见的转移部位 前面这几个都太远了 只有一点 好 我们看万一磷状细胞癌的一个诊断 我们前面讲了它的相关因素 讲了它的病理 讲了它的临床表现 还有它的转移途径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我们到底去怎么诊断它 那我们既然有了临床表现 我们从它的症状体征上 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但是我们初步的判断很难与其他的外阴疾病鉴别 确诊还是要用病理的一个检查方式 我们取材 在可疑病道部位取材 但是还是要注意 你取材的时候 你不能给这坏死组织皮质啪叉的 都给取下来送病理 那病理科医生看了之后全坏死 没有任何的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呢 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在万一癌取材的时候 第一点取材一定不要在有坏死的部位去取材 第二点取材一定要足够的深 深度要足够 包括临近的正常的皮肤 或者正常的皮下组织 我们要给它取下来 这样的话你能够看到它的浸润的深度 那还有就是 引导镜引导下对于我们的病道的一个取材 是比较好的 它的这个诊断率可能就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这个呢 是病理检查 记住了 活检 就这俩字 活检 万一磷状细胞癌 它的分期 终于到了我们最头疼的地方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什么 就是万一磷状细胞癌 这些万一癌的分期考的比较少一点 那么我们记的时候呢 这些细致末节的 我们尽量记不住 我们就不要去耗费精力 去必须把它记住了 我们就记这个大框 一期转移到哪 二期转移到哪 三期到哪 四期到哪 四期一般就远处转移 好 那么四期临床上都说叫四期嘛 对吧 一期肿瘤局限于外阴和 或会阴 那么 零八节五转移 这是一期的特点 我们会发现 一期一般都是局限于原发造的地方 宫颈癌就在宫颈上 外阴癌就在外阴上 子宫内膜癌就在子宫内膜 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 它只是最早期 就是在它的最早的这个 发病的部位 所以第一期跟第四期 我们都不用去记了 一期 会阴或外阴 没有底脉节的转移 所以四期远处转移 四期嘛 那么我们就重点记二期和三期 在一期里边呢 我们有一个一A期和一B期 大家理解一下 那往往呢 是以二为这个衡量的一个标准 它们的均润间值 还有一个标准 它的最大直径 小于等于两个厘米的 就是一A期 均润间值的深度 小于等于一个毫米 那么 一B期就是大于两个厘米 均润深度呢 大于一个厘米 所以你就记住一个 如果说你要记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记一A期 因为它小于等于二厘米 小于一毫米 另外一个也在灰阴上 或者是在外阴上 没有淋巴结的转移 剩下的多大的 它都是一A一B期了 对吧 都是一B期了 那么二期 那我们知道 我们的外阴最临近的部位 就是尿道 阴道和肛门浪 所以它直接蔓延 要起习的话 谁最倒霉 就它们仨最倒霉 而且它们仨呢 都这个 尤其是前两个 都有管状的感觉 都是一个道路式的感觉 尿道和阴道有长度的 那它往往呢 这个癌肿 开始浸润的时候 没那么大力量 所以呢 它浸润的时候 往往在这个管道的 下三分之一的部位浸润 它不会累积上面 往往累积下三分之一的地方 而且也没有淋巴结的一个转移 所以这个就是二期 那么你看这个外边是外阴 那这边 这个呢 是膀胱 然后呢 这个后边呢 是阴道 我画的不是特别的标准 后边呢 就是职场 这是肛门 那么它们外阴的地方的肿瘤 外阴大阴唇 它很容易侵犯到这 所以你就记住了解剖的结构 其实你就很好容易记住它的分歧 OK就到这了 下三分之一 受了A 还有肛门 可是没有淋巴结的转移 所以这一点就有好处了 一期二期的外阴癌 没有淋巴结转移 那么我们的手术就可以做 而且切的还比较干净 因为它没有淋巴道转移嘛 所以越早手术效果越好 那近深度它指的是什么 其实我想我不解释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指肿瘤临近最 凉浅的真皮乳头层 它的这个 表皮与尖皮之间的 这个连续处 然后至近润癌的这个 癌肿的最深处 上面是一个临界处 然后比如说是肌底层 表皮的肌底层 肌底层 然后下面是真皮乳头层 那么肿瘤进润下来 进润下来 进润到这儿了 那么到这儿跟肿瘤之间的 这个区 这个区就是一个最深的进润点 这个就是兼职的一个进润 解释一下就行了 那么三期指的是 肿瘤或者是 侵犯了 刚才所说的这个下三分之一尿道 下三分之一道和这个肛门 或者没有侵犯 没关系了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第三期出现了淋巴的转移 那么有腹五沟的 骨骨淋巴结的一个转移 不论你累积不累积 你刚才的这个门户 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淋巴转移 就是三期 那我们根据它转移的个数 和它的指径 又给它翻为3A3B 如果记不住的话 起码我们能记住3C 3C指的是淋巴结阳性 但有淋巴结囊外的扩散 也就是你转移到这个腹五沟 这个部位的一些淋巴结上 它还有一个囊外的扩散 好 叫3C 那么四期就是我刚才说的 远处转移 或者是它侵犯了上 尿道的上三分之二 就是膀光 它侵犯了尿道的上三分之二 这些地方受侵犯了 或者是阴道的上三分之二 受侵犯了 那么或者转移到了一些 糖光啊 脂肠的黏膜呀 或者是盆壁 骨盆壁 那如果它出现了盆腔 林巴结的任何处的转移 就是四壁期 那小的这个分期可以不记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你可以记 那么如果实在是内容很多觉得 那么可以不记 这个小节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很简单 一期我们看局限于外因 会因啊就在这儿 五里麻结转移 二期累积了它周围的这个很近的门户 然后五里麻结转移 所以它两个手术是没问题的 那么三期 无论你有没有这些周围脏期的直接蔓延 那么都会有淋巴结的转移 四期 那么就累积到了上三分之二的尿道 和上三分之二的阴道 以及远处蔓延 所以记住这个大矿 根据我们的图来记 效果会更好 好 外因的磷状细胞癌的一个治疗 原则就是早期肿瘤 比如说一期和二期的 我们要手术为主 它们也没有什么临巴道转移 手术切得可能干净一点 那到这些局部晚期的 我们可能手术就要结合放化疗 进行一个综合的处理 如果有转移的病例 尽量我们采取的就是 姑息对症和支持治疗 那有一些呢 像外因癌的治疗 我们其实大多数癌 我们也是有个体化方案 对早期患者不影响 他的这个育后的情况 我们能尽量的这个缩小 并造尽量的缩小 因为他毕竟是我们女性的一个 生殖的器官 这个地方 外因是我们的女性的一个 不可或缺的地方 如果切的范围太大了 肯定会影响他的形态结构功能 那么对于女性的心理和生理的一个需求 那可能就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打击 好 我们看手术的具体的方案 早期肿瘤 那么比如说一期的 或者是小病灶的二期的肿瘤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手术呢 一般的手术原则 我们要首先把肿瘤切掉 肿瘤切掉之后 比如说这个事情的小肿瘤 那么我们的下刀子在哪 在它距它一厘米 一厘米的范围之内 就是至少一厘米 至少一厘米 就是在这个地方下刀子 这个范围我要切掉它 那么这是一个广度 那我们说癌 它就不像我们前面讲的 瘤状上皮内病变了 它还滴润呢 所以它还有一个往下的一个深度 那么这个深度我们就要累积到哪里 要深达会应的深基膜 那看我们前面呢 讲的这个 VIN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那个VIN呢 我们说不累积 就是深基膜 比如说分化型的VIN 我们切呢 切圆也不是一厘米 而是零点五厘米 此处呢 我们可以对比进行一个治疗 这个处理 那对于这个要求 简单的计就是一厘米 两厘米和三厘米 所以计起来呢 其实也很简单 一厘米是它的广度 它的在癌种周围一厘米 下刀子 那么两厘米到三厘米 就是深度 我就要往下切这么深 正好也差不多就到生基膜了 这是要求 那具体的我们看一下手术 DA期我们做的就是 外因局部扩大切除数 记住了 扩大两个字很重要 我们接着是 外因局部扩大切除数 考试就找扩大 EA期的时候 EA期是什么期啊 我们回想一下 EA期指的就是 只局限在外因或灰因 那么没有淋巴结的一个转移 就是EA期 所以它局部扩大切除就可以了 扩大 那么EB期的时候 并造呢就大了 而且它还在成为 EA期呢 它的并造呢 它的宽度不小于 这个小于等于两个厘米 近日深度呢 小于一个毫米 那么EA期呢 它的宽度呢 是肯定比两个厘米要大了 近日深度也比两个厘米 要比一个毫米要深了 那这个时候 EB期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位置的选择 选择病造 根据这个手术的术式 根据位置 病造的位置 我们给它分为不同的一个手术 比如说 它是单侧的病变 什么叫单侧的病变呢 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持股联合 这边呢 是一个 底啊 我们的这个 肛门 差不多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中间呢 是灰阴 那这边大阴存的外边 如果我这个地方长个肿瘤 病造 那距中线 两个厘米以上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叫它单侧病变 比如它长在的是左侧 那就是左侧有病 那如果说 它小于这个厘米数 特别靠近中线 我们就叫它 中线部位的一个病变 它可以长在这儿 也可以长在后边 所以这个 大家有个区分 能区分就行了 那如果是单侧的病变 那么又是EB期 近日深度 一毫米以上 广度 两个厘米以上 此时我们就不能光给它 扩大切除了 因为更广泛了 病造 对 所以我们下面采取的 就是广泛切除 所以无论是局部广泛 还是这种改良广泛 那么都有广泛两个字 所以记起来 大家应该觉得 还行 这样记还可以 那么 由于这样的病灶呢 EB期 病灶比较大了 那么我们呢 尽量呢 要给它切除 单侧的 腐狗里妈结 是单侧的 切单侧的 那如果说 我这个 长在中间了 我这个主流 长在中间了 EB期 那么此时 我要怎么去做手术 仍然是局部广泛的 或是改良广泛的 外印切除术 加的是双侧 腐狗里妈结的 一个皮肤 所以总结起来 你不论是单侧的 还是双侧的 都是广泛切除 单侧的 切单侧的 腐狗里妈结的 然后进行一个皮肤 双侧的 切双侧的 这个腐狗里妈结 进行一个皮肤 那么腐狗里妈结 皮肤就指的是 前上里妈结 绘图的一个活简 因为我们知道 里妈结的转移 它特别容易转移的 就是一定到最近的 按照它的淋巴 组织的回流 最容易到达的 那个淋巴结 其实我们就叫它 前哨淋巴结 那么我们 要进行一个评估 看看它的情况 怎么样好 还是不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个部分 第一个要求要记住 第二个呢 就是一期和 小病灶的 这个二期的 可以进行一个 手术的一个治疗 单侧的 用广泛 加单侧 双侧的 那你就更不用说了 双侧的了 那中线的 我们得说一下 就是广泛加双侧 所以就这么简单 如果说是 一一期的怎么办 一一期的就 也比较简单 就是 不广泛了 就扩大就行了 所以我们就记住 几个关键词 扩大广泛单双 所以这四个字 就能概括 并里我们还是 一定要描述 阳性淋巴结的个数 如果我们取了 材之后 送了淋巴结 进行去评估 我们还是一定要 进行一个 这个数量的评估 大小包膜 是否完整 所以以后我们诊断 还有进一步的处理 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外阴局部的 一个广泛切除 那么这是双侧的 一个扩五沟 淋巴的切除 加广泛的外阴切除 这是分着切的 刚才那个像牛角形 这个是先切 外阴广泛的切除 然后再切一个 我们的扩五沟 淋巴结 这个部分不需要大家 必要知道 它这是怎么切的 你只要就是 这种名词就可以了 局部的一个 晚期的肿瘤 并造呢 往往大于四个厘米 它往往大于四个厘米 的二期 因为局造的 就是小于等于 四个厘米的二期 它可以按照 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早期手术的方式 去处理 那么二期和三期 部分的二期和三期 都并造大的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腹五沟淋巴结 和外阴并造的 一个分布的一个处理 这两个的分布处理 那么在这个处理的时候 先进行有向学的评估 淋巴结的病理的检查 再根据这个结果 进行这个手术 我看我要切哪 最好我要切哪 我要切哪 这个地方能够把病灶 尽量的都切干净 手术 手术之后 如果有一些 比较严重的病灶 那切不干净的 我们要放化疗 这种结合的治疗 转移出盆腔了 我们可能就用这种 姑息性的一个处理 外照射 或者是用全身的一个 支持营养的一个治疗 好 我们把刚才的治疗 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治疗记录的 如果非要记的话 我们记起来 就记这一点 要求一二三 要求 就是你切的时候 要求一 必须得在病灶外 一厘米 至少一厘米 当然要是答题的时候 考题里边告诉你在病灶外 两个厘米切除 对不对 当然也对的 至少一个厘米 那么二三 就是进入它的深度 切的深度 一定要达到两到三个 厘米 一厘米扩大 一厘米呢 我们采取的外阴局部的 一个扩大的一个切除数 一厘米广泛 就一厘米 你无论是在中间的 还是在边上的 你都得广泛切除 但是你切除的时候呢 单侧的就切单侧里面 双侧的就切双侧里面 中间的 它也得出 它也得切双侧里面 这个是 简单的记忆 那我们看要求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我不再重复了 回头大家再把这个地方看一下 我们看 万因1A期 到局限于 局限于1A期 我们刚才说 你要记的话 你要那个什么广度 在两个厘米以下的 就是1A期 所以本地答案是B答案 1C 3C期指的是什么 我们说3 7就指的是 有黎玛节的转移了 那有黎玛节转移 3A 3B呢 是按个数的 3C呢 是按包膜外的 所以呢 选B答案 那我们看 外因的左侧 大阴纯 磷状细胞癌 左侧 告诉我们了 位置在左边 也告诉我们的癌种了 是它的性质 那也告诉我们说 局限在外因了 直径是两个厘米 局限在外因 给我们的感觉 这个癌应该是1A的 而且是靠左的 直径是两个厘米 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是如果是按直径来说 它还没有达到1B 可是我们看 近日深度1.5 那么它是1B7了 1B7的时候 我们切的话 我们就不能用扩大切除数了 对吧 我们就得用广泛切除数 加淋巴结的一个 轻扫数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选B答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题考的是两问 只是它以疑问方式出了 因为它 你要知道它的治疗方案 必须要知道它的分歧 对吧 好 我们看这个题 女性48岁 年龄比较大一点 齐氧8年 长期应用皮烟瓶 效果比较 这个 提出的时候比较好 后面呢就减弱了 效果不好 然后烦躁 难以入睡这样的 那么阴地处有色素略 减退并萎缩 这句话感觉让我们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前面讲的 外阴色素减退性疾病 那么它我们讲了两个 一个是烤点 里面的单纯性的 另外一个是硬化性的 单纯性的呢 它往往呢就是比较 这个厚 像皮革一样的改变 而硬化性的呢 往往就是比较薄 它的这个皮肤 像羊皮纸一样 卷颜纸一样的感觉 好 能够想到这些 那可见 多角性略高出 扁平皮肤的这个 平丘疹 这个略高 略高的扁平丘疹 大小阴唇形态上正常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想一想 减退性疾病 有减退的感觉 同时大小阴唇 形态上正常 也就是如果 像如果真的是 我们所说的这种 羊皮纸样的话 它的形态 就是一个老年 真的像绝境后的那种感觉 阴道通畅吗 那那样的话 阴道肯定就不通畅了 所以呢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思路里边 就排除了一个 硬化性的一个态线 那分泌物外观也正常 宫颈光滑 子宫后卫正常大小 双部件阴性 那此题呢 没有任何的信息 提示我们目前 到目前为止 没有信息提示我们 它就有癌的倾向 对吧 它提示我们更多的是 这个病人呢 他是一个外阴色素 减退性疾病 经过分析阴道 也通畅 分泌物也正常 形态也正常 我们考虑是一个 单身性的排行 所以最可能的诊断是什么 假肆胶母群病 肯定是不对了 对吧 皮炎我们也不是 硬化型排行 我们刚排除了 合并硬化也不对 所以本题答案就选最大 好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做这样的 A3型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 去捋清自己的思路 然后根据它 给的信息 每一个信息点 都要考虑到 那么再往后看 我们看下一步选择的 治疗方案 错误的是什么 也就是问我们一个 单纯性海显的病人 我们怎么去治疗 一般的治疗 大家回忆一下 一般的治疗 我们不能用 有刺激性的药物 去涂擦 对吧 肥皂水倾斜 然后呢 我们不能吃辛辣的食物 我们要保持外阴的清洁 干燥 还有就是 单纯性抬痫 我们局部的用药 可用一些 糖举激素类的软膏 去止痒 那么实在是 所有药物都处理不了了 我们再选择手术 是这样吧 所以我们看 错误的让我们选 那我们就挑出对的来吧 一般治疗包括 禁用次第性药物的擦洗 不是辛辣的 这个对 那么地锡盘和 绿雷擦定也是可以的 在搔痒很重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些 镇定的药物 那外阴的活检 治疗方案 我们看看 像 右眼看着 就是 像是一个色素减退性疾病 那么它是否有这种 癌的可能性呢 我前面说了 像癌呀 色素减退性疾病啊 还有VIA 它们很难一下子 用肉眼就取决开来 所以我们可以进行 一个外阴的活检 局部应用 病酸睾酮 出问题了 病酸睾酮呢 它是往往治疗 由于睾酮 这个 分泌的比较低 体内比较低 而导致的一种 硬化性胎险的疾病呢 所以此时 我们可以选它 那么可尝试 这个 佛轻松软高 对吧 欠佳的时候 才做一个激光 或定造的切除 所以本题的答案 我们一下子就选出来了 是D答案 那我们再看第三位 或者外因活检 是VIN3 VIN3 为下一步的治疗 是什么呢 VIN3 VIN3属于什么呢 属于Low Cell High Cell 还是分化 还是一个分化型的VIN呢 那么它属于 High Cell H High Cell 那么High Cell 我们前面说了 Low Cell 我们可以基本上 非手术 High Cell 我们可能叫 手术切除了 对不对 那因为它 恶变的潜能 比较大一点 所以等待自然消退 是消退不了了 因为Low Cell 可以消退得了 那么我们也不用激光 因为 不是手术 那么我们可以看 树中送病理 如这个筋刃癌 则怎么怎么样 清扫 那么第三个答案 是扩大的局部的 一个病灶的切除数 距病灶边缘一个厘米 好 我们说 像这样的患者 病灶比较大了 就超过 没有说病灶 那么我们看这样的患者 往往呢 High Cell 我们采取的一个治疗方式 要么就局部病灶切除数 要么是什么 要么就是外阴的皮肤的 一个切除数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选什么呢 我们选择的是 病灶的一个局部切除数 而且切除病灶的时候 我们还要注意 距外阴至少0.5厘米 那此处他说 距病灶边缘一个厘米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所以 我们选择C答案 那么 E答案 我们为什么不选呢 因为我们这个是 外阴活检 已经提示他了 对吧 已经确诊了 所以没有必要再给人家 送一遍这个病理了 那但是 我们可以术后进行一个随反观察 这是可以的 而单纯外阴的切除数 那是往往是 特别大的病灶 那这个题呢 也没有给出这个提示 没有给出提示 而且单纯的 万一 这个切除数 往往建于分化型的 我们说具有分化型的 VIN 那分化型的VIN呢 它光是切皮肤 还要切什么 还要切下面的皮下组织 那么切完皮下组织了 又不能切筋膜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所以答案选C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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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